好的,欢迎回到GAS的开启少期的玩具评测视频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介绍的内容是 这个,SHF Ultraman Reboot 左下角也有写啊,这个是马上就要播出的超音和格斗 命运的冲突 那么还是按着惯例啊,我们先来快速的开启小包装 正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背面 可以拿出我们之前测评过的Toriga 最近在进行通贩的SHF系列奥特曼 它的包装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为了就是让你这样子摆在一起的时候比较美观 包括侧面啊,你要是买一堆这样子一排 放在柜子里就会很有感觉 好,那么外包中的介绍呢,就先到这里 我们就来打开,看本体表现如何吧 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包装盒的里面啊 这个背景板的后面,还会有这么样一张说明书 打开的话会有一些简单的安装说明 然后同样也是有网络版的说明书啊 扫这边的二维码就好了 吸塑包装打开,看一下本体的表现 那么首先刚打开的话呢 这边会有一些保护它在运输的时候不蹭漆的塑料纸啊 你可以把它直接这样子抽出来 拿在手上第一眼看过去的话 它的整个造型啊还是挺精细的 利布特这个角色你不要看它只有这么几个颜色 但身上这个花纹数量和细节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一次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它整体的原色用的是红色 然后银色部分是直接在红色上面进行涂装 整体拿近点看的话 这个漆面喷的还是挺平整的 而且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出界情况 像是胳膊肘这边的防穿帮位点啊 它这里面的红色用的是涂装 然后如果把胸口往上抬的话 也可以看到这个花纹是一直做到里面去了 而且里面这个部分的银色也是有涂装的 甚至是这个脖子里面也是有进行一些防穿帮的设计 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只的问题啊 转到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水口 这个地方的话不太好啊不太好 不过一般来说也不会有人把头抬成这样子吧 眼睛呢用的是透明零件进行还原 底部呢也有做一个皮套的窥孔细节 然后头部这边呢抬头低头也是会有一个防穿帮的设计 然后再往下看到手部的地方啊 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比较像一个2014年该有的平成奥特曼的设计了啊 小臂部分的这个蓝色的水晶细节啊 应该是水晶吧 用的是一个金属蓝的涂装啊 只不过我记得在剧中这个蓝色应该会更加浅一点哈 另外一边是盾牌的这么样一个收纳状态 然后这个盾牌虽然看起来是可以整个拔下来的啊 底部也有像刚才右手一样做一个蓝色涂装的细节 但其实这个小臂部分的造型是固定死的 如果你想要替换成那个比较大的盾牌 你就需要换成这么样一个替换用的小臂 这个我们之后再来介绍 再往下走 关节也会有一些防穿帮的设计 两个小腿部分也有跟手臂一样的金属蓝色涂装 整个脚掌的颜色 包括这边的黑色也都是涂装 然后脚底有一些产品信息 整个膝盖还有手臂啊 它的关节部分都是有用涂装来进行一个花纹图案的连接的 那么虽然光看模型啊 它的花纹细节做的还是非常的到位的 但是如果把皮套图切在一边 我们对比看一下就不难发现 因为是小比例模型的关系 它有一部分花纹啊 像是肩膀或者是手臂这部分的花纹啊 在模型上面看 这个线条给的还是有些粗了 不过这个比例的玩具做成这样子 已经是可以理解了 那么也是多亏 它在关节的地方有做一些比较复杂花纹的延续啊 导致它虽然是一个关节外露的可动玩具 但其实看起来并没有切的那么碎啊 整体这个造型的一体感都还是有的 好本体的外观能讲的就是这么多 我们先放到一边 来看到包装里面剩下的这些内容 就是它的配件了 首先手型方面 一对四个指头张开的造型手 一对自然放松手 一对五指张开手型 一对角度跟刚才不一样的四指张开手型 这个应该是光线或者是飞行时候的造型啊 一对装备武器的握持手 再算上本体上面已经装备好的握拳手 一共是六对手型 武器方面有刚才提到的盾牌 那么可以看到盾牌里面呢 是已经有一个抓握手型了 这个地方跟盾牌是连在一起的 不能够单独拆下来的 盾牌部分呢 也是实现了全涂装啊 正面外面都有涂装 而且外侧的红色部分也并没有用成型色 上面呢 也会有一个蓝色的透明零件 这个呢 跟手上的收纳板盾牌是差不多的 替换方式也很简单啊 是把主体上面的整个小臂给拔下来 拔下来之后替换上装备盾牌用的小臂 再把这个小臂跟盾牌上面的手型进行连接 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成了一个装备 整个安装呢 也只是普通的插拔啊 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在插拔的时候 如果有发现很难插进去的情况 最好啊 是用这个热风机吹一下 如果你硬插硬拔的话呢 是很容易造成零件损坏的 武器方面呢 是给到这么样一个透明零件做成的 Splitter LOD 翻译的话 应该是斯布雷达长矛 整体呢 可以看到是有做一些渐变的涂装 然后零件两端做的呢 是有一点锋利啊 在玩的时候呢 要注意不要戳伤自己 也不要损坏零件 比较糟糕的呢 就是这个零件上面的水口啊 剪得并没有很干净 这个水口发白看的是非常清楚 这个地方两端都有啊 有能力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处理一下 那么这个长矛呢 可以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握持手啊 进行一个搭配 直接给它这样子捅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手型直接硬插硬拔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还原一个全武装的状态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利布特 在释放Galaxy Umbust 它的必杀光线的时候 所呈现的这么样一个光线特效件 整体呢 也是透明零件 然后有做一个白色蓝色的渐变涂装 侧面看的话 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上面会有一些光线的细节刻画 底部啊 是这个光线扩散出来的样子 安装方式呢 也很简单的 是直接进行插拔 特效件是只有右手可以用的 而且因为底部的特效件有一点尖 在玩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 不要扎伤手或者是把零件给弄断了 最后一个零件啊 就是它的红灯特效 计划方式也很简单 直接用手把它凶灯给抠下来 然后两边的插槽对齐 给它安回去就可以了 因为整个零件非常小 大家在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不要掉到地上 变成地板小精灵的饲料 虽然漆面涂得很好 但是手臂这边的水口 包括腿部啊 这些水口都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这个也已经是SHF系列的 一个老毛病了 外观造型和所有的配件 我们都已经讲完了 最后呢 再来快速的看一下可动表现 抬头低头左右歪头 包括360度的转动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肩膀部分呢 是会有做一个外拉的设计 拉出来之后 手臂的平举 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干涉了 而且这个部分呢 前后也是可以进行转动的 所以想要摆一些双手交叉 或者是光线发射的姿势 也是可以很轻松的完成的 大臂旋转转360度 都是没有问题的 曲肘也有一个不错的角度 手腕单独可动和转动没有问题 胸部的前倾 后仰 转动都很正常没有问题 配合上腰部的话 这个可动表现范围就更大了 劈叉 刚才有说过底部会有一些 黄穿帮的设计 屈膝超过90度 虽然不至于踢到屁股 但是也很够用 甚至后踢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定角度 脚踝的平转旋转都是没有问题 脚尖 是有做接地的 奥特曼这边因为很少有这个 很复杂的装甲设计啊 它的可动表现 其实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配合上 这次给的比较全面的配件 剧中出现的绝大部分战斗场景 都是可以完美还原的 好 那么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 个人玩起来 还算比较满意的奥特曼产品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是Gas 我们下一期再见